后天学生才要退场 但是二十几天占据立法院下来 损坏的公务估计有几千万 加上了立法委员的薪水 这些谁来赔呢 有上百个公会联署认为 学生应该负起责任自己赔 林飞凡也说 他会负起全部的责任 不过也有人认为 学生推动公民运动 计造这些很可笑 立法学院要撤场 国会议场现在长这样 学生占领将近一个月 立委桌椅全被拿来防警察 损坏七八成 桌上麦克风几乎全被拔除 咨询台上唯一玩好的 是一根香蕉花 桌子底下泄入坏的坏 断的断 主席台上堆满垃圾纸箱 王津平一锤定音的意识锤 早就不翼而飞 意识锤的话 我们会尽量的试图把它找出来 不值一楼状况凄惨 二楼同样餐不忍睹 机房设备损坏惨重 线路得重新发包 票轨箱现在变成垃圾桶 立法院总务处人员到场视察 这些硬提设备夯不浪当 加一加 粗股损坏费用超过千万 案管线路最麻烦 全部修好一个月都不一定完成 一场外同样支离破碎 玻璃坏的坏 围墙脏的脏 再加上从3月18号起算 五次院会停开 立委薪水就得付400万 认为你破坏的东西要赔偿 没有那种破坏不赔偿的问题 所以这个政府应该要追究 外界发起联署 要学生破坏公务自己赔 学生承诺周四六点前 清空一场的维修费用 不在此线 目前打算发起小额募款应急 但费用不够也可能变成全民买单 外传立法院长王津平 和部分民进党立委愿意帮忙 真的吗 接下来无论后续赔偿怎样 我们所有的干部都还需要再经过讨论 对一场的几千万的准时 这个当然是小事情 318学运力求圆满退场 但后续赔偿问题才要开始 很特别 特别 特别 陈登 特别